我們發覺警察門一定會這樣檢查車 但我們還沒找到原因 但我們發現剛才有個 不知道是不是美國的大使館還是什麼 有很多不同的國企 我們本身懷疑這邊是城堡的關係 所以出去不一定要檢查 或者可能一些重要的官員在這邊 所以會檢查 我們未知道這是什麼原因 很好奇 有沒有朋友知道 原來我拿著很大包東西 但我想說除了那件外套之後 我覺得是輕了 我這麼辛苦嗎 這隊的鳥是不怕人 走到近都不可以走 甚至乎是會向我們飛過來 因為我們怕我們走 在走去郵局的途中 不小心經過了這間掛畫店 其實我本身沒有想著 亦都不容許我買這麼大 但我覺得我要寄回去 所以我會買這個 I'm going to post office Can you grab it 有個box OK的 Thank you 好美啊這個 我真的很想買個車牌 但太貴了 車牌也要一千元 這支披薩 你去哪裡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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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香港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到了到了到了 就在這裡 好棒啊 好不像郵局 我不懂得看 我不懂得看 Ground floor 英文嗎 Datomoboxes 他自己出來了 那不錯怎麼辦 是 竟然遇到昨天火鍋店的朋友 阿姨 經過了一個小時後 我終於成功記住了 這個小時真的搞到身心疲累 為什麼呢 首先因為 膠紙盒那些全部都要在郵局買 是沒有免費提供的 那我們去到那個櫃位 就是一個不太懂英文的 有少少年紀的一個女性員工 牛頭不搭麻醉 然後 其實差不多到最後一步 我要付錢 但因為 剛巧他收錢的那部機 是故障 我們有語言不通 所以他就說 不行啊不行啊 然後就不行 然後整張單一盒給我 那我就很無奈 然後我剛巧看到 旁邊的櫃位沒有人 然後我就去問 旁邊的櫃位的職員 是一個男生來的 我就問他懂不懂英文 然後他就懂少少 然後呢 他就幫我處理 然後呢 終於成功了 好感動啊 真是好幸運 對啦 很感謝各位哥哥 然後我就選了 是 兇油的 因為本身我們是EMS 但是發現呢 是2600的黑浪 然後等於是差不多 八百幾九百元港幣 是超級貴 但是我又沒有必要這麼急 收回我的件 所以我就選了兇油 大概是港幣三百多元 然後 我覺得很划算 因為呢 我寄了成差不多9kg 所以現在旅行機 又兇了那位 又可以繼續買東西 然後我們的目的地 是這一間 A Gelato And Gelato 哇 我真的整塊 淋下去 整整冰 這間水果店很出名 又是網上 很多人推介 然後我們在火油店 遇到那個員工 也是這樣跟他們 介紹這間 所以我們就過來 不過呢 其實我們是想吃那個 玫瑰花雪 但是我們發現原來 是近我們城堡那邊 所以呢 明天才會吃另外 這面具好恐怖 剛剛嚇到我這隻豬 好漂亮 這個鐘 我覺得它跟卡是一樣的 它沒有說謊 這張卡 我覺得這個廣場呢 就是我們暫時去這麼多地方 最多人的地方 目前 幸好我們都沒有遇過任何小偷 但我們呢 就覺得這個地方應該會有 我們是打醒十二分精神的 因為 真的很害怕 真的不知道 就是我們的防不勝防這些 大家只要小心財物 這些袋子 這些全部放在前面 這樣 就應該沒問題的 我們有點了 腸了 先試它原味 好脆肥 好正啊 我覺得 跟我們在火油垃圾那樣 這裏是我們看到人最多的地方 在十幾天裡面 終於 是不是 我們沒有試過這麼多 好像我們十幾天遇到的人都聚集在這裏 好正 它滿滿的巧克力 不知道是不是Nutella呢 感覺似是 應該 聞下去似吧 我覺得是我們第三個的這個煙通卷 對 是Nutella 好香 好香 有幾個位置 好害怕 硬很多 比我們之前吃的那兩個 看得不錯 不同的質感 超恐怖 要不要緊 看不看 要不要緊 我們聽說呢 來到布拉加一定要買一個牌子 叫波丹尼 我之前一直不知道這是什麼品牌 然後說 就是 全部都是手工做的一些產品 然後 既然一場來到 所以都買了一點的飯 然後朋友們就 還在選 我已經選了 選了4個 我們有頂不住 我們要來吃亞洲的東西 我會點這個東陰東 和這個雞炒飯 的泰式 然後對面的位置 是叫泰式 然後這個位置 可以想想咖喱好 還是炒麵好 還是什麼好 雞炒飯 冬陰宮 咖喱牛肉 麵 可粉 很香 喝不住 不是呀 先喝個冬陰宮 這裡吃到的東西都挺正宗的 它不會形容到這裡人的口味 炒飯 嗯 是飯 是嗎 是嗎 是這個感覺 這個很香味 黃色的蠔咖喱 嗯 蠔咖喱 我們的泰式真的不適合 在歐洲煮 很差 我快來了 一個星期左右 一個星期左右 我可以每天吃飯 但不可以每天吃飯 好 看到有雞蛋仔 有甜的有鹹的 Turkey 然後有港式雞蛋仔 牛肉是牛油的 世衛人食 超大份的all day breakfast 好正呀 火雞 嗯 嗯 我吃你的麵 吃吧 真的很喜歡牛油 哈哈 但是呢 我真的覺得它的牛油不太香 這裡所有東西都是鹹的 很香 嘗嘗它加雞蛋仔 它是鹹的 我們印象中 那隻 鹹 我知道了 因為它是鹹的 所以它的底子只鹹 我們真的不應該吃甜 甜 但我真的吃甜的 我們覺得呢 折黑菜應該不太適合我們的飲食習慣 我們暫時沒有一頓 你覺得好吃嗎 哈哈 有啊 還有一頓中菜 除了不是折黑菜的東西 我們不是中菜太菜 太菜 我們經常說要吃那個玫瑰雪糕 原來我們每天都有經過 就是這間 是不是有兩個門口 對 我們決定晚上才回來吃 現在就要去Outlet 好可愛啊 好厲害啊 好熱啊 現在我們超級熱 我們現在逛Outlet的途中 改不了我們本性 還是要吃這些東南亞的食物 這個是咖喱 炒飯 還有公寶雞丁加白飯 我已經整個幾個都沒吃過白飯 真的公寶雞丁的味道 今天是整條街都是那些人這樣唱歌 不知道是什麼來的呢 周圍的人都這樣 叫我 然後又叫你叫我 哈哈哈哈 是超變態的這兩個男人 是這樣 看到女生 就在那裡說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sex啊 你要不要fuck 超噁心的 快點過來 你錄下你們兩個樣子 快點過來 你又不過來 現在是不是趕來 不是 錄下你們 等兩位 先拍著 好噁心啊 這兩個男人 我們在那裡拍照 然後他們一路在我們身邊陪伴 一路說 要不要sex啊 不知道他們說什麼話 但聽到有個sexy 和fuck 一路很衝複 我覺得很噁心 很棒 我建議大家來寶拉格 是非常推薦大家可以坐Uber 因為我們剛才去的Outlet 是買了票 雖然我們不知道買不合 但我們買了一個是 阿松 然後24小時 好像240 問黑浪 然後 但是呢 我們剛才搭Uber過來 也是半個小時左右 結果是 278 278 278 是三個人 但是我們剛才去的那程 是240元一個人 但是又方便很多 然後又半個小時 我們剛才浪費了差不多一小時 才去到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來寶拉格的話 可以試試用Uber 真的不錯 我們在最後一晚 然後求他們入了餐廳 然後其實本來我們 目的是吃pasta 誰知道一打到餐廳 發現有兔子 還有有綠色 我有吃兔兔 我想起那個 覺得是一件 都挺難得的 因為在香港是沒有的 對不對 所以都打算試一下 有點緊張 好像吃馬肉之前也有點緊張 但我不喜歡吃馬肉 我們在布拉格 喝的每一個lemonade 都是不會喝 不知道這個會怎樣 不過這個是fruitlemonade 有點像你們喝的那個 但是我覺得好吃一點 但是它不是我們認知的那個lemonade 它是... 是你喝的 然後它這個是完全沒有檸檬 偏梅味 偏梅味有一點點酸 它不是我們之前喝的不好味 來啦 好棒啊 賣相看起來很不錯 這個呢 就是mix 這個就是deer 然後這個呢 就是兔子油 是不是兔肉裡面都釀了一個dumblings呢 這個兔肉只有這麼少 只有這兩顆 不要緊張 現在試一下 兔肉是什麼味道 那套是粗糙的雞胸肉 是這樣的嗎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第一次吃 我會覺得它像雞 我覺得好像有 問我這個也有牛味的 是牛旁邊 在牛旁邊 好似牛 但是沒有牛的酥味 這也是 而且吃吃下一個鹿 覺得好像在吃乾 豬潤 有種粉粉的 然後呢 我是很頂不成的 真的很粉粉的那個感覺 所以 我是一般的 這個鹿肉 我們現在在超市買東西了 然後發覺呢 我們在布拉格 幾乎呢 所有的 credit card 插卡的上角 都用不了 都要用這個 就是要是就這樣 dude card 的那種方式 才可以用 因為剛才我又是給了一次插卡 然後不行 然後呢 我是用那個pay wave 就行了 所以大家可能 來布拉格的時候 都需要注意這個信用卡的問題 因為我們真的 幾乎每天都遇到這個問題 小小個 kilo 好了現在呢 就執品行李了 準備要去機場了 然後呢 在布拉格看到呢 是有很多賣大麻的製品 然後就 好奇心促使之後呢 就買了一個大麻朱古力回來 我本來想帶回香港 但應該是不能帶出鏡 所以就唯有現在吃了它 我買這個 它也是10% 然後它是 mild chocolate 但是我同行的兩位朋友 他們都說 很臭 很難吃 聞一下它是正常味的 好甜 其實沒有什麼吃 它是正常的 好像有些nus 它有綠 應該只是那個味 那是大麻子 你試試看 真的沒有味 我還以為有什麼味 騙了我 you wait up 對 對 準備要去機場了 然後 掃眼 但是怎樣也要 塗上嘴 然後 盡量 有這麼樸素 只有這麼樸素 我沒有帶任何耳環 任何手飾 害怕 現在等相機 然後 吃東西 很好吃啊 這個是唯一 一個好吃的麵包 很可憐 是機場終於吃到的 我們現在是多哈轉機 這個是我們的酒店 有點貴 這間酒店 但是 有個景看的 這個看著人家 在這裡購物 我們 我們這個窗 是第一次見 因為它是按鈕的 現在已經是幫我們調暗了 但是按上去 就可以變回 不要遮光的效果 但是在鏡頭是看不到的 看得到和旁邊這個 是不同的 這邊是深色一點 這邊是淺色的 我們好像在海底一樣 哈哈 光臻啊 光臻啊 旁邊